大家好 今天要為各位講解一個 很多吉他手在剛學吉他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左手的手腕會覺得疼痛 我們先分析左手手腕覺得疼痛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過度的 凹折 像我現在所示範的這個方向 為了彈吉他 在指板上面運動 所以你的手腕會過度的 往這個方向 折到極限 當然也跟你的柔軟度有關 如果你平常 多做一點 伸展的運動的話 情況可能會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要避免手腕的不舒服 主要的做法還是 找到一個更適合你的姿勢 接下來我要幫助各位 找到最適合你的彈奏姿勢 首先我要示範 左手手腕在彈吉他的時候 他是怎麼運動的 當你在彈吉他比較細的弦 像是第1弦跟第2弦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手指不需要 過度的 伸展到你的指板前面 只需要在吉他的旁邊 指板的旁邊這樣彈就彈得到了 這時候你從側面看 也許你可以看得到我的手腕 我的手腕這個位置 是非常的平滑的 並沒有非常的彎 沒有這樣子很 很過度伸展的動作 但是 當你為了要彈奏到 吉他比較粗的弦 又是比較低音的弦 像是第5弦跟第6弦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的手指就要從 比到側面的位置 整個伸展到 手掌幾乎有一半 在指板前面 你再看看 我的側面 看我的手腕 這時候就是比較彎了 所以 因為 我的手臂跟 吉他 的這個情景的 相對位置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的手指要在 指板上活動 我只能靠我的手腕 把手指伸出去 或者是收回來 看到嗎 伸出去一點的話 我的 手腕就比較勉強了 收回來的時候 手腕會比較輕鬆 主要是為了這個移動 所以 你要去避免你的手腕 覺得不舒服的話 有很大一個方向就是要 盡量讓你的手腕可以不要過度伸展的情況 還能夠讓你的手指 彈到比較粗的弦 也就是比較 指板上面比較低音的那一側 為了要解決 剛剛說的那個 手腕痛的問題 所以 我如果把吉他的 角度調整到 我的手腕不需要彎 就可以彈到指板的 高音弦到低音弦的這一側 這樣就應該是 手腕會比較輕鬆了 想到一個辦法 如果我把吉他的面朝下 這樣子不管我的手怎麼彈 你會注意到 我的手腕都不需要彎了 我試試看 其實 這樣子很難彈的 這樣彈有一個問題是 我的視線沒有辦法看到吉他的弦 其實在彈奏當中 你很可能會因此而彈錯 所以這個方向的調整方法 雖然讓你的手腕不會再那麼撐 並且可以彈到 眉跟弦 但是實際上他的 使用效果並不是很高 另一種方式就是 把吉他 拉高一點 所謂的拉高就是 離你的臉近一點 離你的 肩膀近一點 例如說 這個位置是比較低的 相對這個位置就是比較高 你可以看一下 再從側面看一次 如果 吉他在比較低的位置 當我要彈到低音弦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我的手腕 仍然是 比較辛苦的 這時候我已經稍微 用我的右腿把吉他撐高了 如果放低的話 再放低一點 會更 會更不舒服 如果 把吉他稍微的拉高一點 你會發現 我的手臂的角度 也變得不一樣了 由於手臂跟琴頸的角度 從原本這個位置 變成這樣子 相對位置的改變 導致我的手腕 為了要彈奏到 低音弦 其實也不需要過度的彎折 這樣就可以彈得到 手腕的動作會比較輕鬆自然 相較於剛剛這個 把吉他翻過去的這個方式 其實 把吉他拉高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案 但是 實際上我不可能這樣彈吉他吧 因為你會發現 右手沒有辦法 順利的撥到吉他弦 所以說 針對左手手腕的解決方式是 拉高你的左手彈奏位置 但是你還是要顧慮到另外兩個點 一個就是視線要能夠看得到你的吉他弦 除了觀察到 左手要彈的指板以外 也要幫助右手可以正確的撥弦 第三點就是 你在彈奏的時候 右手能夠得到一個理想的支撐 讓你從右肩開始 保持一個比較放鬆的姿態 並且右手能夠穩固的 在靠近你要撥弦的位置 但是由於每個人的身高不一樣 體型也不同 即便是一樣身高的人 可能他的手長腳長都不太一樣 另外 你所選擇的吉他的型 也會不盡相同 吉他有各種不同的琴聲的形狀跟尺寸的大小 每個人實際上拿到吉他他彈奏的狀況 是不會有一個標準答案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共通的原則可以幫助大家找到最舒服的彈奏姿勢 現在就來介紹 要找到舒服的彈奏姿勢 第一點要從坐姿開始 現在我用的是一個沒有靠背的椅子 其實如果你選擇有靠背的椅子 你會更覺得輕鬆一點 因為有些姿勢你可以稍微的靠在椅背上 比較好彈 現在在影片當中 你會看到我正對的鏡頭 但是 吉他並不是正對的鏡頭 我們通常有一個不加思索的想法是 當人面對著鏡頭的時候 吉他應該也是面對著鏡頭吧 如果是這樣彈的時候 我的左手其實是不太自然的 因為左手為了要在紙板上面運動 我的手會 過度的向後縮 從側面看起來是這樣子 這個動作不太自然 而且當我要彈到吉他的高把位的時候 可能會被我的身體擋住了 這個活動並不是非常的自由 再來一點就是 這個姿勢會使我的 右邊的肩膀會稍微的 聳肩 然後手臂並不是放得非常的舒適 所以說 當我面對著鏡頭 如果吉他也面對著鏡頭 這個姿勢並不是最理想的角度 比較理想的角度是 琴頭這一端要稍微的向前推 然後讓琴身稍微的向後退 你會發現 我的肩膀可以 右邊的肩膀可以比較輕鬆 然後左邊的手其實也不用那麼的拘束的向後退 這個角度是第一個可以注意的 至於應該要往前推多少 就因人而異 也看你的吉他的尺寸 最主要你要問你自己的身體 當你在彈奏的時候 往前推多少的角度 是讓你覺得 兩邊的肩膀比較輕鬆自在 再來 就呼應到剛剛講的 一個理想的高度 例如 現在的彈奏對我的左手來說 並不是一個理想的高度 我希望我左手在彈奏吉他的時候 可以再高一點點 我如果讓吉他傾斜一些 你會發現 琴頸的位置變高了 左手就可以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彈奏高度 但是因為過度的傾斜是琴身這一側 高度太低 我的右手反而沒有支撐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樣彈奏不太舒服 有的時候有的吉他手會 搭配吉他的背帶 即使傾斜的話 吉他還是可以穩定的 保持一個可以彈奏的位置 但是 由於右手沒有支撐 有些吉他手會覺得不自在 所以 在這個傾斜的程度 你的左手得到 舒適的彈奏位置之外 你的右手也需要得到一個理想的支撐 你需要參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整把吉他 相對於你的臉跟肩膀的高度 例如說 我希望我左手的位置大概在現在這個地方 但是右手 希望他可以高一點 那我就必須要讓吉他稍微再 不要那麼斜 稍微平一些 但是整體需要比較高 但是你會發現 我已經 把右腳 右邊的腿墊高了 可是這時候高度 離我 理想的高度還是有一點距離 有人會在下面墊一個枕頭 或者是 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 像是這樣子的一些工具 他可以調整高度 然後這個吸盤 有的是用吸盤或別的裝置 然後這個吸盤可以貼在吉他上面 去墊高 你琴聲的高度 有的時候是 乾脆 就 把腿疊在一起 利用把腳敲高 這樣你會得到一個 支撐讓琴聲的高度可以墊高一點 如果這樣子還是不能夠 如果得到一個讓你比較滿意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其他的方法 例如一些腳踏凳 我是用一個 簡單的凳子 市面上有一些專門給吉他手用的 腳踏板 可以調整高度 我相信那用起來會更加適當 現在我把腳踩在 剛剛那個小凳子上面 吉他就充分的墊高 但是這個對我來說 可能我的右邊的肩膀 還是有一點聳肩 再低一點點 去調整斜度 所以高度 跟斜度 這兩者你可以找到一個平衡 這時候你就可以有一個比較輕鬆的右肩 以及一個 比較理想的左手高度 再來就是 你必須要保持你的視線是可以看得到吉他 所以 稍微的傾斜 這也是必要的 經過剛剛那些介紹 你應該已經可以找到理想的彈奏姿勢了 如果還是覺得不太舒服的話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在一起想想辦法 到檢查一下 我們下次再次選擇 吧 不 verm心 我們下次見 不要亂 我們下次見